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Paid up already 没有 loan 第三个是9 million 没有 loan 还有 这个是我跟我姐姐 讲完这先 我们来 接下来的是 underregistered under St.Dian Berhad 公司的 这个是 700千 几百 钱多少 没有钱 另外一个 是他Rental 等一下 第五 第五的是 2.5 million 没有钱 这个我就要挖了 你OK 再来 另外一个是 460千 460 还有 没有钱 没有钱 有人挖了 Digi 来 另外一个 350千 也没有钱 再来 没钱 没钱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1 这个是自己的 这个有Rental吗 这个第一有Rental吗 这个是我自己住 和我父母亲住 没有啦 没有没有 所以谁的名 这个是我 我一半 然后我姐妹另外一半 这一个呢 这个有没有租金 有 这个我 Doing Airbnb About 3千块 OK 不错 OK 来 这个谁的名 这个是 完全公司名 对 第五 什么 这个 这个有 第五的是 有9千 9千 OK 第六 第六的有 千五 千五 OK 第七 第七的 租不出 租不出 OK 所以你要问什么 因为 you know like I think I have a poor management on this real estate thing 对 因为我是做生意 然后过后我把我的生意关掉 then 我接手这个的时候 我说 so I think I don't know how to start 因为我 我连那个 因为我要 我父母亲的 expenses相当大 OK All right so I lack of cash flow 对 All right so 因为他们年纪大 所以那个 hospital bill everything is quite huge 对 Then Now 我有 even我有点头痛 even the simple 那个 700,000的那个 loan you know I also you know like I think 700,000 loan 没有loan了吗 这个是给完了吗 上面上面 上面 第一个 ok ok yeah that loan ok 因为我 我多数是 how to say 我买这些property的时候 那都是很 more or less like cash or short term loan all those things so 现在 我是想 I don't know how am I going to restructure the whole thing 所以你要 restructure它 ok you know because I already have the Sandian Berhad you know 不要用 Sandian Berhad 直接注册 IHC IHC 是123 right 123 对啊 四五六七 那个全部是 Sandian Berhad 这个undercoin 几十好 这个应该 a few months ok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一个是两个million 一千八 这一个是九个million 自己住 yeah 这个九个million是谁住 我我父母 你父母 哦你父母亲完全住在这边 啊对 ok 这样你不可能再refinance这个 因为你refinance这个 除非你要做gearing 如果还讲你refinance这个 你的父母亲的expense是这么大了 你refinance 然后又要再供 你cash out 你来顶 alright so这个就是一点麻烦啦 but and okay 东西是这样啊 如果来讲你又要拿钱 然后又要给你父母亲 这样很简单 不会很难的 alright so 这个九个million 你可以这样倒反来算 是他的equity来过 怎么样讲啊 你看啊 如果来讲你讲我拿 let's say 五个million出来 which is doable but again 看你的LAK 过到五个million 秒先 我们不要讲多啦 我们讲三个million出来啦 三个million给他们老人家养老啦 你不会再把这三个million 顶掉他的那个什么啦 so 你的老人几岁了 八十二和九十 ok 这样就不会难了啦 你八十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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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定活到一百岁 ok 不要笑 笑什么 一百岁啊 对啊啦 我觉得一百二十岁啊 对啊 气心 so 我的看法如果来讲啊 你可以套 let's say 我只是用backward来算 现在第一我要解解掉你爸爸 因为刚才你讲来讲 其实都是讲他们的expenses 等等这些东西 so如果来讲我拿五个million出来的话 ok 这样五个million 这些物质 我们一个月要换多少 25千 再加一个30% 就是等于33千 对不对 so就是等于你拿五个million出来 你每个月要换33千 看到没有 看到吗 嗯 说话说话 so你就看一下这个五个million 几九少万 你明白什么没有 so就是等于说你33千 乘十二个月 是几多 嗯 来参加 390千 390千 就等于400千啊 对吧 对吧 400千 400千 再乘一个五年 六年 七年 诶 十年都可以啊 就等于 四个million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哈喽 这样你有四个million 顶十年 你没有了解没有 现在你就cash out 一个million出来 哪有 你了解了没有 你没有了解没有 用回他的equity 顶他一个十年 ok 其实我只是 我想要把那个 number six 卖掉 is it ok 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 i'm trying what i'm trying to do is 我给你一个 看另外一个方式 一个角度 i think 你已经知道 怎样去做了 不是吗 yeah 就是这样的业力 我就跟你讲 你就把这个equity unlock掉 ok 然后他可以顶十年 四个million 你明白什么 how about if i do then refinance number two 那个是我的 我全部我的名额 fai quai c 你 也可以没有问题 你refinance number two 就是等于 你可以refinance 我们讲 你敢做 你要maximum cash out 都可以cash out的 没有问题的 你有没有还是没有 因为 你是唯一一个儿子 我有姐姐妹妹 姐姐妹妹 所以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 完全你要estate planning 了的 说是IHC 绑过去IHC ok 是给我的话 我会跟我的妹妹 他们这样子讲 我们 不要爹地妹妹辛苦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九个million 放去IHC 父母亲两个名 兄弟姐妹完全一起 完全lock进去 lock进去 I think I have to 叫我姐姐妹妹 来听你的课 要啦 usually负债他们是不要的 是 那个是正确的 我觉得到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不会辛苦 为了老人家辛苦 你明白是没有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 unlock他的equity罢了 没有东西的 所以他们如果很同意的话 你unlock他 五个million的好 你这个看 他 你根本都不用工十年 你unlock他 因为九个million 应该这个是很好的地点嘛 对不对 对 这样十年过后 你九个million 不可能不到十五个million的嘛 嗯嗯 你明白是吗 这样十年过后 变十五个million 就是等于什么 你自己经理想啊 如果你看啊 那个思维你要看啊 九个million 他如果来讲有一天 变到十五个million的话 你是不是六个million 这样这个钱你也是不打算动的 对不对 这样现在你烧掉 这个四个million 有什么问题呢 你明白是吗 因为迟早他还补回的 可是这个东西是你爸爸妈妈的嘛 都不是你们小孩子的嘛 你明白是吗 用这样的思维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爸爸妈妈所有的expenses 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一个东西你就可以解键了咯 你明白是吗 好像其他的东西 我不需要讲了啦 因为restructure 你应该会了啦 对吧 so Sendian Bhatt 尽量不要动他啦 Sendian Bhatt不要动 做corporate guarantee 因为你看啊 corporate guarantee 因为你看啊 你要五个million 你的company不strong 他也不接你的 对不对 对 可是你的company strong 你跟他锁住 五个million很煞样啦 对不对 所以你注册ISC 你的公司去做corporate guarantee 他这一个九个million 放五个million出来 然后过后啦 这个东西可以顶十年 你明白是没有 可是十年了过后到十六个million 你讲 爸爸妈妈还要再用 我们再refinance他 他的expenses 一路来就一路撤住 这个equity罢了 了解了没有 因为你equity够大 你不怕他的 难听讲一句 你们现在也是自己 讨腰包一点点嘛 对不对 有没有 你讨腰包 那个negative 倒不如你拿来跟他 攻三十三千 拉长那一攻 要讲的吗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最好笑 我的driver的credit limit 是比我更好笑 这样重点是在哪里 你自己本身要给自己的income 够 strong 明白是吧 因为你是Sren Brahat的director 对不对 给自己income 爆他先 爆了过后 才什么咯 好像你五个million 是怎么样 很简单的嘛 我们讲那个论是怎么样 算是这样算嘛 对不对 对 现在你的balli算你会吗 对啊 你从这边是 你讲我要多一个五个million的loan so我拿来 乘200就等于除160了 ok 什么 除200 就乘160了 明白是吧 然后过后再 所有的expenses 还加加回去 然后过后再除点7 再除点8 就拿到这个数目了 这个数目你报六个月 报六个月 报六个月 你这个数目你报六个月了过后 你的那个五个million 你就去做grantor先 alright 用公司给你这个director fee 报了先 ok so 我已经有Sren Brahat but I also have to do the IHC thing right 对 你有Sren Brahat了 你去报 报了过后 注册IHC alright 你的公司 Garantor IHC 买这一间 因为这个IHC 会买掉你这个 买掉你这个 买掉你这个九个million的 了解了吧 and then IHC 可以把我的number one的 完全可以套下去 全部套下去 可以你自己喜欢 另外我想要问一问 就是 槟城的property for the few 因为槟城的property 他们的很贵 可是rental is low 对 and then like for future wise should I invest in KL or should I invest in further in Benang which is I'm more familiar with 因为 我觉得倒是这样子 你槟城太高了 你要出手也不容易 对啊 对不对 不要再槟城了 你拿你这边的equity 放回来吉隆坡 放来吉隆坡 当然嘛 因为那边太贵了 How about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New York 美国 美国啊 纽约 OK 美国我不会 OK 好 可是呢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刘古来讲 你讲你要出手 在槟城 not affordable 了 所以他是讲 你要的话 出手的话 middle income的人是比较 所以你知道了吗 middle income可以借几个钱 对 对 就是这样的原理 你买 大概这样的budget 因为你子弹多 但你子弹多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一买 就买10千 用公司来买 都不用金的 怎么我这样子讲 你自己想 好 我有现钱 我一买我就买10千 我用公司来买 这样子讲公司来买 给60%的我 OK 比如说外面这个 外面这个 我是300多千 我们容易讲400千 OK 400千我借60% 就是等于 一千我要给 240千 差不多整200千了 一千 所以200千一千 我买10千 这样我就 两个million 对不对 好 可是我两个million 我买10千 等于差不多整 4个million 对不对 我差不多是用这样的钱来去买 我用这样的钱来去买 我也不用担心 因为租金肯定够该的 对不对 我不用烦了的 我做management就可以了的 你有没有 这样on one hand 我等capital gain 因为他的那个4个million 变7-8个million 你有没有 10年 我的钱就放在那边 我就不动了 都ok的 你要知道 所以你好像你这个 你这个东西 如果我来讲有的 你unlock它去买 没有问题的 what do you mean unlock unlock unlock它就是把 transfer去ISC 然后挣着新的钱去买它 这个完全可以transfer去ISC的 都不需要 这个可以transfer去ISC的 这个可以transfer去ISC的 所以cut你自己 这样的意思 ok了解了吗 谢谢